你们拍到满意的照片了吗 如果没有 一定要把这期视频看完 我作为小鱼的摄影师 今天就教你们六个很变态 但是能让你拍照不僵硬 自然又上镜的偏方 看完这期 你明天就可以用起来 一定要赶紧比心收藏 方法一 不同脸型怎么笑 拍照时嘴巴微微张开 都可以让照片更加灵动 圆脸或者方脸的姐妹 在笑的时候可以发出 咽 啊 哈的声息 要点是下巴用力拉长脸型 常脸的姐妹可以发出 亲爱的声音 要点是横向拉伸 视觉上可以缩短下停 方法二 拍照时眼神如何灵动自然 你的眼神是一张照片 灵不灵动的关键 记得拍正面的时候 直视镜头会显得很凶 你的眼神看到镜头下方的边缘 这个时候你的眼神 会显得很温柔 拍侧面的时候 眼睛一定不要正视前方 眼白流都会不好看 记得往摄影区方向 稍微偏一点点 45度角方向刚刚好 方法三 找到哪一边脸更上镜 没有一个人脸是完全对称的 你们可以看 我这两年给小姨拍的照片 大多数是她的左脸 因为她的左脸比右脸更上镜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找到 自己哪边脸更好看 教你们一个办法 你们可以自己拿手机照镜子 找到哪一边脸的曲线 更流畅更自然 多露出优势的一侧脸 拍照的时候才会更自信更自然 方法四 上镜显瘦的方法 不得不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站在瘦的人身边 特别是 衣服款式 相同或者相近的时候 这样的话 你会很惨 如果一定要合照的话 可以稍微侧身一点 让会显瘦那么一些 还有 一定不要站在拍摄范围的边缘 这样的话 镜头的拉伸会让身材变形 而且非常非常的难批 另外还有一点啊 就是你如果有一些小肚子 或者你腰身不好看的话 可以拿你的手 或者某一些东西去 稍微遮挡一下 这也是你拍照显瘦的 一个小小心机 ист转型后 在那里做这些东西 里面的两个小时 这个学生 会平台的两个小时 把它摆在大荒 大家站在家里面 那是一个小时 在家里面人身边 这一定是 蓬松的头发 如果你是头小肩宽 可以选择披发 从而遮挡一下 你的肩膀的宽度 不会选择虎背熊腰 如果你是头大肩窄 可以选择扎发 可以减少你的头部的面积 另外头发蓬松 不仅仅是颅顶高 还有两侧的拉宽 这样才会显得 你的颅顶豌满 脸型小巧好看 总结啊 技巧可以学 但是拍照一定要自信 在人很多的地方拍照 千万千万 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因为我就是出来拍美照的 像我们小时候 广播体操一样 动作越扭捏 出来的效果越不好看 学会了吗 明天记得拿去拍照